人到了中年 然后快要步入老年了 脱发不可避免 但是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缓减脱发 是不是应该要补充维生素了 看来这个问题 还是要请我们的专家来解释一下 如果补充维生素 这个头发就会长回来 那还真的是挺好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陈教授是怎么说的 50岁的容易掉头发 那这是很平常碰到的事情 那头发会掉主要的原因 就是皮肤的胶原蛋白不够 那胶原蛋白的来源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猪皮 尤其是猪皮的 那个里面胶原蛋白很多 乙皮胶原蛋白很多 那甚至于鸡皮也有胶原蛋白 但是吃的时候要把脂肪扣掉 OK 那胶原蛋白不够 会造成头发容易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就是我们的毛狼 它的代谢功能不行了 毛狼细胞就是退化了 那怎么来处理呢 当然我们讲的胶原蛋白的食物 多吃一点 甚至于坊间也有很多胶原蛋白 一型二型三型的这些 吃了也会有所帮助 那其实很多皮肤保养的产品里面 也有胶原蛋白 那这里要跟各位介绍一个好消息 就是口服干细胞活化因子 那这个口服干细胞活化因子 它就是吃进去蛋白质 不是干细胞 然后蛋白质经过胃酸 它有一个保护层 跑到小肠 小肠吸收之后 就到达骨髓 让骨髓开始制造造血干细胞 那它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 红血球 白血球 血小板 会增加 所以人不会疲倦 然后白血球增加 人不容易得到感染 同时它又有免疫调节 让我们的免疫力升高 那如果万一有一些过敏疾病的话 也会改善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 尖植干细胞的产生 那尖植干细胞 我有一些病人 他们服用 这一个蛋白质口服液 是为了他的脑 脑中风 或者是心脏不好 结果意外的发现 他们的头发都长出来了 甚至以白头发变成黑头发 所以这是我们发现说 这样对掉发来效果非常的好 那尤其是50岁的人 开始身体很多器官都退化了 所以使用 口服干细胞活化因子 对他来讲 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选择 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选择